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庄大崔 很多人不喜欢做踏踏米 做的觉得这个踏踏米啊 完全就固定了 不会来回摆动 并且呢有些他可能会什么啊 藏这个这个这个潮湿啊等等这种 但是大崔给大家说 对于一个小房间 踏踏米可能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咱们就以食物这个案例给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这场房子 柜子呢做的都是600块 整个这个跨度就是我们横横宽 他放完一个床之后就留这么宽 大概呢四五百块 所以说就很难受 这个这个房子是很长 但是很窄 所以说我们最终的一个方案呢 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大一点的踏踏米 整个呢这边呢都是做一排柜子 然后呢整个这个啊床 然后呢南北向呢是可以睡的 可以做到两米宽 并且呢我们这边做完了之后呢 还做了一个超长的大书桌 看到了吧 这个书桌呢也是有讲究的 你做这种书桌的话就会一定会担心 我们这会被压衬下来 是不是 我们里边 是直接是加了这个这个支撑的啊 加了这个脚铁给他做支撑 不然呢你这个时间久之后 他肯定会弯腰啊 压弯腰了 这样做出一个踏踏米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踏踏米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不喜欢做啊 主要原因 第一呢就是环保啊 可能有更多家具 但是对于小房间 你的选择就是比较合理的 呃收纳空间也多啊 柜子呢有了 抽屉呢这边也有了 书桌也有了 所以说大家呢考虑考虑 就是对于你家个人的一个情况 个个别的一个小房间 做踏踏米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更实用一点啊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看这么多 咱们呢看看这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啊 看看它的效果 来镜头给大家扫一下整体效果 里边呢是我们的床箱啊 上面呢都是做的无拉手的一个呃柜子 这边是书桌啊 这个书桌有些人做了书桌之后 你要考虑给孩子辅导的一个 辅导作业的一个位置啊 因为现在家长都要给孩子辅导 总之你你一定要做长一点 做大一点 好了 我老崔啊 观众老兄妹谢谢 谢谢收看